這下到底誰該受罰 為空總 臺博館土地跟文化部長李永德接連護槓 台北市長柯文哲脫口 備忘錄已經寫好 就被李永德緊咬 有的話投給你 不然你向市民面壁思過三天 因為北市府記者會出示的是臺博館土地案會議記錄 其中決議已經沒有要協調事項 本案解除列管 不是MOU讓李永德在反擊 要市府不要拿會議記錄轉移焦點 掩蓋白賊的事實 再向柯文哲說的是空總的備忘錄 不是臺博館 要他拿出MOU後 雙方在談 因為備忘錄跟會議記錄不一樣 就是針對於這個會議 大家所發言 或者產生的一個共識 做一個詳細的記錄 但到底有沒有要去執行 可能這個跟備忘錄的一個層次上還是有差別 我們甚至還拿出了5月11號 台北市政府的公告 昨天柯文哲市長他講的是兩個事情 但是李永德部長他一直在混淆視聽 滴溝倒菜的喔 真的是大可不必 發言人在反擊 北市府跟文化部持續沒交集 但柯文哲要煩的 還有他任內力推的北街環狀縣 南北環斷工程 從去年至今已經流標6次 柯文哲任內重大建設 面臨票票危機 南北環跟環狀縣 勢在必行 如果已經都是流標了 你知道 最簡單的方法 還是把各位業界找來 大家討論看看 利奧國內外廠商參加 親自來招商說明 柯文哲拼鎮機 又忙著跟中央開戰 蠟燭兩頭燒 TVBS新聞最終尋利品 台北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小鈴鐺